今天的占卜非常的简单 因为最近想要做更仔细的 所以就是简单明了 就是你所想的他 心中对于你的认定 你重要吗? 你是一个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存在吗? 他是怎么想你 为什么你重要呢? 你对他而言的地位 是在什么情况的状态 让他觉得你的重要性 跟在什么情况的时候 他才觉得你重要 有些人是需求论 那有一些人是 总而言之就是你就是最重要 有什么是第一个想到你 选择你有赶紧的牌卡 然后我们开始节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选要这一图牌卡呢 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呢? 他是怎么想你的? 他觉得你在他心中重要吗? 什么时刻才会觉得 你才是他心目中不可或缺的 那一个部分呢? 对没错 跑什么就给什么?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您所想的哪一个人 他到底觉得你有多重要 我们从第一张牌卡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到这里是有一个 天秤的这一种 月亮的一个程度 所以就代表是一种公平正义 的感觉 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这里有一个天秤的能量 有没有? 这是一个满月 天秤座的一个满月 所以你跟他之间 他很在意的一定是一种 和谐 一种平衡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双赢 所以你对他而言多重要 你对他在他的心目中 是一种伙伴的关系 甚至你让他坠入 艾赫拉 那你跟他之间有非常紧密的 一种标志 跟什么有关系 满月跟高潮有关 所以你要明白 你跟他之间 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 不论如何你们即将会 开始一种新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有时候你们的关系 这某一种形式开始发生 所以即将进入一种新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他的关系 往前进 往更一种新一步的能量 去实现 大家是会的 因为你们会结束某一段关系 进入到新的承诺的水平 要明白的是 每一个人来找你 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们是分手锻炼 他来找你 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 那如果你们在他关系中 你的出现对他而言 人生中是一种重要 必须要出现的原因 它是一个季节性 所以呢 也就代表你们大概 你们的关系 确实会三四个月断开一次 三四个月去成长一次 三四个月 你们能量会去做一个转换 可是该结束的关系 会在正确的时间结束 可是你们不要抗拒 不要紧张 你们两个人之间 不论是给予跟需求 都可以双赢 也就是代表 我们说的钱币七 你所付出的东西 将会得到回馈 这是一个win-win 是一个双赢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等待的答案 答案是会出现吗 答案没有错 答案是会出现的 所以你可以期待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说 我们要关系更好 答案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如果想说 我们要分手 那也是可以 代表你所期待的东西 他将会去做一个实现 也就是说 这一个人如果你说yes 他会忙足你 这一张牌 你的努力是有回报的 你看 他不是在呼应的 刚才的第一张牌 就是这一张 他就是说什么 你所期待的事情 你所说的承诺 或者是你想要实现的答案 都是会实现的 所以你的努力人 是有回报的 所以这一个摩羯座的新乐牌就出现了 也就是代表的是 如果是 你们是以专业度 你们如果是伙伴关系 你们的关系 确实是会慢慢的前进 他是有计划性 有期待性的 所以你对他有点重要吗 重要 你对他有点 跟他工作一样重要 所以 我们说 等于是面貌跟爱情 他要同时拥有你们 你在他人生中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为有一个人 如果没有工作 他要找那样去 往前进 所以就代表 他把你放进他人生中 长远的计划 甚至你可以说 那我在他人生中计划多久 我告诉你 12个月以上 到5年的时间 他都在想 他要把你放进他人生中的哪一个地方 所以他跟你计划非常长 那就是很明显的 想跟你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没错 你所心里面想要实现的目标 即将会成真 他是有规律 有计划性的 想要跟你好好的继续下去 但是我有说 你们会有那种 三个月一次变化能量 可是也代表 这一个人 会努力的让梦想成为现实 所以他会有阶段性的 让你们去往前 不是控制任何人 而是有一种 我们一起 往前进的一个力量 是非常的强烈的 所以呢 你是他人生中的希望 那种理想抱负 跟他想要人生中追求的那种意念跟意图 他认为只要他努力的付出 就会有所得 所以我就说了 你们已经拿到了两张付出 并且会得到回馈 所以你对他而言多重要 你是他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而且达到了他想要计划 一年以上至五年 也就是代表 如果你可以说 这张是塔罗牌的教皇牌 他确实是可以的 因为教皇牌某种程度 他就会我比较传透 我跟你一步一脚印 透过宇宙的见证 不要偏离太多不正当的关系 而去怎样 你援助我 我援助你 我们透过于智慧 透过于灵性的指导 透过于团体 慢慢的出 往前进获得成功 也代表承诺会兑现 我帮助你得到幸福 他想要让你得到的事 就是一种像摩羯的能量 值得信赖 并且安全感 所以我才会说 这张牌很像 教皇牌 这张牌很像 前臂其的能量 是很强的 所以那些稳定的恋爱的关系 会让你怎样 爱情变稳固 这就是他想要 所以他想要你 继续的是 传统的模式下去 所以有些人会说 我们是开放性关系 怎么办 你不用紧张 代表说 他不会让你always 都在开放性关系里面 他会让你有 有那一种得到认可的能量 所以他不会 让你永远都在开放性关系 所以这个代表是个人的问题 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所以摩羯做的蛮月卡 所以巨蟹做的蛮月卡 那些人的安全感 确实也是 他人生中要朝近的那个目标 他觉得现在是一个最佳的时刻 适合走向你 所以不论你们之间 发生任何事 他就觉得有所有事情 都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好吗 所以这才是一种顶级的恋爱观 所以你只要相信 他的想法是遇见你 喜欢你 并不是只是单纯的 因为你的长相符合他的审美观 而是因为你给了他别人给不了的感觉 安全感 他在别人身上找到安全感 可是在你身上很明显的找到了安全感 他爱你或是他喜欢你 并不是为了只是想要抱抱你 卡你的油揉揉抱抱了 他是情不自禁的在乎你 关心你跟惦记着你 所以他才会有12个月以上 跟5年的计划 要跟你继续的走下去 可是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他还是希望他是你身边 可以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那他也希望 如果说他在人生困顿的时候 在他不安全感的时候 所有人呢 都受不了他的情绪的时候 你是那一个可以 关心他 在乎他 奠记他 甚至无条件支持他 给他继续跟你之间走下去的勇气 所以呢 他会知道一件事 你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是刚开始有关系 必须要去经历 必须要去经历 必须要去陪伴 那你们已经经历了 也陪伴你 那代表是你们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 跟挫折以后 你们不是只有幸福跟快乐 也许你们中间有争吵跟难过 可是他觉得 这都是因为彼此太过于在乎了 他想要跟你之间谈的 不是只有恋爱 而是信任感 安全感 忠诚度 是陪伴 因为为什么 他不想要跟你分开 他想要一直跟你 一直炸爱情 好的爱情是彼此成就彼此 互相成长 所以我刚才说教防派 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 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成长的能量 所以你要知道 爱从来不是选择 也不是说不适合就分手 也不是说我腻了我就换 不是 是要让人家感觉到温柔跟勇敢 最重要的是信任忠诚跟陪伴 让他这个安全感跟个人问题 都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确实你要明白 只要安全感做一个修复 你们两个人之间 确实就是他人生中最后面要走向 真正陪伴的那一个 那我们说有教防派能量 有结婚的能量 有一些人会说 我就跟他断练 怎么会有结婚的能量 我跟你说 就是某种程度 那时候你在跟他在一起 他确实是以结婚为考量 而跟你们在一起 只是中间那些过程 我就说你们有勇敢的陪他走下去 必须要有 那这个结婚的能量 才会真正的闲话 但没有 他光想有什么用 因为感情是要经营跟配合 是信任 是终止 也是一种陪伴 甚至我刚才说的 你要做的是什么 不是腻了就换 而是一种我们说的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 甚至继续陪彼此走下去的勇气 所以这个代表是保持你的愿景 如果你真的爱他 那不论你身在现在是任何的状况 你都要坚定你的立场 因为他确实必须得说 有一些空间是卡住了 可是你询问的状况 这种状况你不用担心 你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润滑这个卡住的能量 你可以比喻你是一台车 你的车的轮子卡住了 可是他可能只是生锈 你只要加一点油 所有事情经过润滑 就可以朝你想要的方向前进 所以不要太过于固执 如果你真的 就是有一些人分手断练 或者是你们正卡管 你真的想要事情做一个改变 停止固执 你可以成为打破这个讲举的主动 主动去告诉他 因为你在他人生中确实是重要到 那种不可或缺的人生计划中里面的一员 可是如果说你们正遇到了卡顿 有人要充当润滑机 这边说可能会是你 那你如果说不要 那我也没有办法 这边是 你也需要有持久的信念跟耐心 如果有人退缩了 那这种关系就很难下去 可是这边看到的是 你们两个人的缘分 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在继续 所以这就是给你们的牌卡 你对他而言你超重要 你是他人生中 人生计划里面 本来就是预计要结婚 甚至五年以上的时间 他都觉得他未来是会跟你走在一起的 好了吗 有没有解决人问题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个赞 如果这一牌有没有办法解决人问题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 那当然 如果你一使用 你有经济困难 或者是你真的就觉得只是一题而已 那记得 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指定日 三个月 会有一次免费文字的占卜 领处 请好好地使用 那当然 有一些人就是喜欢看大公传 不敢跟我接触 那已经天天更新了 还没有办法满足于你们 那记得 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只要小额的赞助 就可以抢心看很多的新片 那当然 就还有想要学占卜的 一样 就是在加入会员的频道里面 可以做一个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是哪一个阶段 不要 不要 跑太快 我觉得基础打好 才会成为真正的一种 对你的占卜者 有责任的那种占卜师 基底打得好 烦恼都不会有 好吗 那我们喜欢 我给我个赞 那我们明天见 你呢 想着他 你在他心中重要吗 对 马上就喷出来了 正义牌正位 能不重要吗 你是 我觉得我的粉丝们 每一个人 大家都想跟你们结婚 这是牌 他自己出来的 牺牲 原因是什么 其实你对他有点很重要 他很喜欢你那种 牺牲奉献的精神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讲过 你以前的感情是还是怎样 所以呢 他很喜欢你示弱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问题可以问他 那他确实想要跟你做一些连结 因为我们说 嘴硬的人 会失去人生中很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嘴硬的人 我跟你说 你就是对他服软 他很喜欢你虚弱的时候 去找他的一个能量 所以呢 他某种程度 他会觉得跟你之间 他确实想要跟你在一起 是有一种关系 可是你们两个还蛮会吵架的 可是 还好是你对他人生还蛮重要的 我这边看到是有一种 正义牌的一个能量 我们说正义牌 也就是代表说 你是他 如果可以想要签订契约的人 可是万一 你跟他有金钱的来往 比如他可能健身教练 叫你买课程 或者是他做职箱 要你加入他的下限 或者是 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是工作的来往 有契约的程度 那也会是符合这个正义牌 原因他觉得他会为你的人生去做一个负责 那如果你们都没有任何这样的关系 只是承感你 就是代表他想跟你结婚 对于你的人生 他想要负责 甚至他会批判你 他正义牌手中拿的像天秤一样的能量 也就代表他有时候会给你睡睡念 然后像老阿嬷一样就一直念你 一直睡念你 其实这是他过度关心你 他觉得人生要在一个他所认可的平衡的程度之下 去来往 可是其实他很想跟你说真话 可是他知道有时候又不能说真话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摇摆不定 所以他的心盘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天秤座 可是其实你可以信任这个人 因为你对他而言也很重要 他想要跟你之间是很诚实坦白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们说正义是一种真理 公平跟法律的一种体现 一旦他行动的跟你之间确认关系 他就不想退缩了 他想要对你的人生去做一个负责 因为他觉得你在他人生中是一种 出色的那种判断能力很好 而且你有很良好的沟通能力 甚至他觉得你是一个忠诚的伴侣 而且你们的理解度是很高的 他其实也是在你的身上感觉到安全感 他就想要把你计划定下来 他虽然有时候会觉得 你们彼此之间有彼此的缺点 你们彼此都不愿意妥协 可是还好 只是说他觉得这种关系是可以磨合的 那也许跟你之间确认关系的时间有一点长 那你可以期待这种关系 确实他想要跟你之间是最好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 因为不论好跟坏 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主要是诚实 可是不能不公平不公正 你们两个人之间要考虑的是什么 彼此跟彼此之间 你答应我的事情要做到 或者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承诺要兑现 跟不要有那一种觉得 我就是要耍韧性 这个人不吃韧性这一套 因为某种程度 他也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 可是他又优柔寡断 所以你要让他的能量去达得银河 要去银河他 可是你通过考验 为什么 因为你有拿到 倒掉人 所以某种程度 就代表你是一个愿意牺牲的人 所以他看到了你的一些 或许你有跟他说过你以前感情的事情 因为你是一个会牺牲人 所以他会心疼你 所以我才会说他想要 把你的人生扛起来 他觉得他担忧你走错路 所以他也要你去学会 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 不是推卸给别人 而且他不希望你有那种 妄自菲薄 觉得自己不好 去怪自己的能量 不要 因为他其实真的还蛮心疼你的 所以他蛮想要保护你 他觉得你的人生一直在自我牺牲 甚至你很独立 你很有智慧 你很有耐心跟理解 你其实自我控制很好 可是他有时候 会想要故意 透过于争吵能量 去跟你之间去做一个沟通 可是他不是要diss你 或是诋毁你 而是他觉得 他想要让你去摆脱 人生中的悲观 跟沮丧 绝望 因为他觉得你的人生 是时候该前进的 他也想要跟你这种关系前进的 如果需要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他 他是可以原因 为了你他离开的 可是只能说 这一段的关系 他确实也是优柔寡断 他可能想要你 可是他又想要保护你 可是这边又有牺牲牌 某种程度 他也有一种 情非得已的关系 而导致于他没有办法给你 所以你们的状况 其实一直有在改变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你对他很重要 可是这个重要是 你必须要有所牺牲 所以有可能还蛮多 就是第三者 关系三角链的能量 在这里面 他可能有其他的人选了 可是他也想要你跟他不要断练 可是他希望这段关系 牺牲的是谁 牺牲的是你 所以你有可能就会变成 地下恋情 跟第三者 他是一个天真敏感又固执的灵魂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话 容易哭容易笑 那你如果对他还是容易笑 他就喜欢你这样的 那有一些人会说 他是为了我的钱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工作来往 其实他不可以有钱 可是他确实 你如果要说 他贪心嘛 他贪心 可是他容易有挫折感 也就是代表说 他是不安全感 有时候也很严重 他觉得有时候他会感到烦恼 那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 你们有第三者等等那样 所以他会为另外一个人烦恼 不是你 甚至呢 如果你们没有第三者 也是他会觉得 你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重复的发生一样的错误 他会很傲 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分歧 没有办法去解决 所以如果你们正坚持 跟固执的某一件事情 宇宙告诉你不要了 好了 不要去坚持 这样他会觉得 他会感觉到恐惧 跟不安全感 跟你对他不尊重 还有万一你是 蛮有财富的那一个 你不要在他面前 因为他的能力跟条件 他是没有办法炫富 虽然他蛮想炫富 可是他没办法 所以就会导致于 你以为他看得很好 可是其实他有一种 人生中他 他某程度 他眷恋奢侈感 然后这种 眷恋品牌 跟眷恋有钱 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可能他家庭的关系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一张是一个 保健五逆位 所以我才会说 你们两个人 要小心的是嘴硬 所以要适时的服软 很多时候你嘴硬一下 只是成了口舌之快 是会让你自己 后悔一辈子 说一句软的话 可以让爱你的人更爱你 让在乎你的人更在乎你 所以你要考虑的面子问题 也不是说嘴硬可以给你的 只要你够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你是不会缺乏面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可以 你就是那个嘴巴 嘴巴就是软一点 不要那么的硬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课题 那因为这边有吵架的能量 可是他其实不想要跟你吵 所以他偶尔用痘嘴的模式 去勾起于你 觉得他想要你去做的事情 因为他想要保护你 他想要为你的人生负责 所以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只要吵架 记得放下那一个固执 嘴巴软一点 不要嘴硬 那你们两个人就会发现 这都是一些无谓的争斗的 你们没有解决的那种纠纷 是可以透过一些正确的修正 记得不要去考虑面子问题 不要去考虑胜利或者是失败 你们两个人的不好的关系 可以做出重新的调整 学会妥协 学会沟通 你们就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结束日常那种无谓的争吵 你们需要日聆听彼此的问题 所以不要嘴硬跟逞强 那这种关系 确实你们对他也很重要 只不过 这一个重要是 他想要把你放在你要牺牲的位置 所以你们要不要留言回 可以给我一下 你们是在什么关系 让这个人觉得你要牺牲 你要服人 你不能嘴硬 你要迎合他 他就会扛起你的人生 所以你对他的重要性 是有条件论的 所以你要沉浮于他 那他确实也想要给你一个契约式的 也是有结婚的能量 跟确定关系的能量 可是就是你要变得温柔体贴有耐性 好嘛 所以喜欢我的派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派卡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谱一次哦 那如果你已经使用的话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那每三个月 会有一次指定日的 免费文字占谱领取 那再来就是小儿子 如果香香呢 因为天天更新 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可以提前 就是看 提前预入了很多的新铁 躲到会员频道里 那些占谱数的一样 透过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去选择 你所想要的阶段 然后加入会员频道 学习占谱数吧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一组牌卡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你在他心中重要吗 分排啦 那就你 飞那么快 飞那么急 就你们啦 你在他之间重要吗 好 再来一张 公平请见 大家都四张 好 五张 那就五张 反正也没关系 都送你们几张 上天堂嘛 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他的 心里面 你是重要的存在吗 可以看到呢 这一张牌卡 代表的是什么 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躺在一个 危险的 绿色的蛇这里 所以呢 到底是谁咬了谁 是蛇咬了她吗 所以让她在这里 等待着死亡 永远的睡眠吗 还是说呢 其实她们是同一种 境界的人 因为你看她眼睛也是闭眼 还是 她其实就是这一个 青蛇的化身 所以就代表说 她讲的是 担心蛇会带来 悲伤跟背叛 还有忌妒 也就是代表说 此时此刻呢 她觉得你是一个 信任的人 如果你有让她 不信任 她确实 对于你 她是非常的小心容 所以你说重要吗 只能说她现在觉得 你在她的人生中 信任感是不足的 所以她不会太 轻易的相信你 所以你觉得重要吗 她都不相信你 你会有多重要 她跟你之间的关系 她不会太轻率的 去相信你 所以呢 所以她就会变成 她观察着你 所以她跟你之间的关系 她往前进吗 也没有 那这张牌卡代表 是一个很暗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 黑色衣服的一个女孩 她站在一个荒凉的森林前面 她拿了一个头骨 仔细的检查 也就是代表什么 你仔细看了她的身材 包里面的这个框 是一个棺材 那又有蛇 沿着她的臀部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蛇 沿着她的臀部 往上爬 那也就是代表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 已经到了一个不可不救的 一个关系的结束 那你对她重要吗 你对她而言 让她觉得痛苦 在这一个过程 她不得不把她内心的 恶魔跟心里面的恐惧 加注于你身上 也就是代表说 你是她 放手必须要离开的东西 因为她有勇气 去面对于你们之间 艰难的变化 她会知道呢 你们两个人之间 确实要让过去那种 不愉快的过去 过去 你们两个才会有新的开舍 所以万一你们是分手断练 确实 你对她而言 你那种重要性 可能比较来自于 她还是怨恨你 有一种不舒服的能量 可是如果你们 站在一个新的关系 她对于你 还保持了那种害怕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 过去的恋情 导致于她有一种 阴暗的程度 她是内心痛苦的 她总是 把事情呢 往负面的情绪去想 那这张牌台 代表是有一个 年轻的女生 她站在一个 石头座的一种门囊上面 你可以仔细看 其实这里是有一个 黑色的男人 有没有 这边是一个黑色的男人 躲在阴暗的角落 可是她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吗 看起来没有 而且她拿着 其实是一个链刀 所以也觉得代表说 你跟她之间 镰刀倒下 就代表切除 所以 我们就必须等说 她很痛苦的 把你切除 代表说 你曾经在她的人生中很重要 可是现在已经变得 没有那么重要了 她想要跟你之间 去做一个 断开 曾经你在她的人生中 是很很重要的人 可是她必须要坚心的 去跟你做一个分手 那 这个分手是为什么 因为她要避免自己 陷入一种危险 所以我不知道 你跟她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其实是很明白的思考 跟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一个决定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你曾经在她的人生中 非常重要 可是最后面 你确实也让她 决定断开 你拿着链刀 断开 你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这套牌卡呢 我们说 牌卡代表的是一种 充满古书 跟奇怪的物体 在这一个 柜子里面 我们可以说 在桌子上 有一本 皮革做的一个旧的书 它是打开的 也就是代表末程度 她曾经把她的秘密都告诉你 可是 你却让她 失望 也就是在把 你曾经真的对她而言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她把所有的关心 跟关态都告诉你了 这个比较多 是分手断练的抽到 可是如果你们知道 她的关系中 她会 把她人生中 所有不堪入目的秘密 来告诉你 你一定要守护好 因为她也是属于暗黑系的 情绪是有问题的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 你们必须要有情绪交流 当她把她人生中 可能一些心理的那种情绪给你的时候 你可能也要给她 因为真正的情绪是稳定 不是忍耐 你可以去对她分享 一个人对待情绪的态度 往往决定了她生活的幸福的那种能量 我们说所谓的情绪稳定 并不是压抑情绪的产生 而是自由的释放自己的情绪 正是她接纳她 跟理解她 那这个人也确实她有情绪的问题 以前 我们都会认为 情绪一直保持稳定 就是没有情绪 其实不是 我们大家都在做压抑自己 内心的自己 让自己逼自己 面对所有人 都是产生微笑感 可是 你会发现 心理不断的那种情绪 坏情绪一直堆积 会导致于她崩溃 所以她 确实累积了很多 心里面的情绪 她不让人家看出来 她甚至有一种 戴着面具生活 可是她 是有跟你说的 可是如果 你没有保守好她的秘密 她这段关系 她就 她对人的信任感很低 所以她的负面情绪 一直堆积到 她其实觉得崩溃 所以你跟她之间 她会把她所有的秘密 肺幅之言 全部告诉你 可是有时候 需要一个简单的导火线 就可以让她内心的炸弹 电燃 所以你半军炉半火 你对她而言很重要 可是你只要有 一点点的不依她 或让她不满意 我跟你说 这种关系就炸开了 因为这一个人 她想要找到的 一个人是允许她自己 偶尔的发疯 没有来的流眼泪也没有关系 她甚至就是一种 我们说她就是过度的压抑自己 导致于她的人生 你看她这牌都好压抑 所以你跟她相处 你会很累 你要一直成为那种大太阳的能量 所以这里有一个雪 雪 有没有 雪纷飞 她的世界是冰天雪地又黑暗 你要成为她的太阳去融化她 不然她的情绪得不到合理的释放 她压在心底 累积越来越多 她除了自己难受 她也会让你难受 甚至她会怪你 她生活中没有什么人设 她想要温柔跟安静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那种活泼开朗的能量去照耀她 因为她的情绪很需要释放 很需要被打开 她有为了你打开了 所以这里 这个书打开了 生活不容易 所以你们要对彼此好一点 因为她确实有一个情绪的问题要去解开 那我只能说 你跟她而言 你能够解开她人生中的情绪问题 你就变得很重要 可是因为她有一点难搞 一点点的小事 自己她就吃了炸药 就炸开了 所以也就是代表是 你对她而言 她的人生有把你放在她人生中的计划里面 可是她很会挑剔 所以呢 你跟这个人相处很难沟通 那你说你对她重要 可是她也会因为一个火花 让你变得不重要 所以跟这样的相处是蛮内耗的 那她人生中最重要是她自己 而且她情绪非常的有问题 她很需要去泄压 不然这一边看到的是 你只要选择倾听就好 你倾听了以后去分享一些 跟她之间有相关性的 不然你会发现 你说的话她其实没有认真听你在说什么 她动不动就说 可是我忘了你说什么 因为她只follow在自己 你反而跟她聊天的时候 你去讲一些她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她会说你怎么记得 你怎么知道 她会很感动 所以这一个人她的能量非常的自私 你知道她的人生中 与其说重要不如说 比较像是倾听者 她的情绪很需要宣泄 那你对她的重要是 如果你愿意成为那个瘦气包 你对她很重要 可是你如果不愿意成为这个瘦气包 你们两个之间有关开 关系就是拿镰刀断开 所以这样关系是一个不公平的存在 所以对这个人而言重要无所谓 重点是你要过得开心 生活已经不容易了 对自己好一点了 跟这种人合并 你也是人生父母养了 为什么要依着她前进 是吧 她是公子哥 她长得帅很美 留下照片 我们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这么帅这么美 值得你双脚跪下来膝盖软 对不对 好啦 希望我的派卡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再派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账卜一次 那最终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视讯账卜的话 你还是可以领取 只订阅三个月的一次的免费的文质占卜啦 那当然啦 如果说香甜的东西 还没有办法满足于你们的心 那记得啦 小的赞助箱加入会员频道呢 就可以常先看很多的新片咯 那想要学习占卜数的 当然就是在会员频道 看自己的level到哪里 去选择你适合的方案吧 好